就在现议员就职之后 立刻进行了正副议长的选举 由现任的议长张俊 以17比16票打败了国民党的吴东升 顺利的连任了花莲现议会的议长职务 而张俊也在当选之后立刻表示 不满被党内霸凌 要退出国民党 等到朱立伦退出党主席之后 才愿意回到国民党 欢迎社会政府议长选战 25号进入第二轮激烈的书13当中 33习议员当中 先任议长张俊以17票 胜出挑战者吴东升15票 赢得议长连任 随即张俊议长宣布退出国民党声明 今天这场选举真的选得非常辛苦 真的很辛苦 然后听说聚好人 我终于知道说我们还是要向善 一定要坚持正义 那今年非常感谢这个民进党 就是愿意来支持张俊 让张俊来捍卫 华林县议会的尊严 那就是强力监督伸张民意 我从今天开始我宣布退出国民党 那就是不想要再受这种委屈 那我是一个尽忠职守对党 非常爱国 非常爱这个党 那结果受到这个傅昆奇 还有张义华这样长期的霸凌 尤其动不动就是排黑排黑 弄得我现在好像全国最黑的议长 那为了傅昆奇为了打压我 他可以用民进党来排黑 国民党来排黑 然后把我用到全国最黑的一个议长 我LED二审到现在根本就还没有订阅 那真的很委屈啦 反正议员难尽 张俊表示 首先恭喜各位议员同仁们 当选第二十届议员 更感谢各位同仁支持 让张俊顺利连任议长 这届本会加入了许多新科议员 未来四年 屈起本会同仁们继续以强力监督 和卫明服务的原则 实践民意所赋予的期待 和发挥本会应有的职权 普会和谐不是建立在议会 对宪府的国度顺从 合理的监督和相互的尊重 才是花领进一步的动力 记得继续 欢迎收看